我们现在看到国内国外有很多有这种佛教题材电影 造罪 破坏 僧众的形象 那出家人怎么是这个样子 太可怕了 所以这些演电影 编剧导演 如果你们相信佛陀不会骗人 释迦牟尼佛是真语者 如愚者 不狂愚者 绝对不会说假话骗你 躲阿比地狱来不及了 那会你后悔了 师父常讲 只要这些东西还在人间流通 你说我演出家人 这形象破坏了 有的人有 你看 破坏唐玄奘 破坏唐僧的形象 有我们看到了 极大的破坏 这些光盘只要还在人间流通 你在阿比地狱就出不来 有的人说 我不相信 佛法告诉我们 如果你造的罪很重 不要等到来世报 现世就报 所以老话讲现世报 佛法叫花报 就像一棵树一样 它先开花 这个青 你等到真的去世之后 你的魂魄 堕到地狱 那叫什么 那叫果报 花在先 果在后 花报 果报 都了不得 所以我们看有的人 你不相信 没关系 你还没有 去世之后 堕到地狱 你在世的时候 恶报已经出现了 我们看到这种新闻报道 很多 尤其是 做电影的 演员这个行业 你不信你去看 相貌很美 有几个善终的 这都是摆在面前的 因果报应 你不相信 那你看看 你不害怕吗 你为什么害怕 因果定律 不会因为你不相信 而改变 如果不相信能改变 那我们不相信 就完了 佛菩萨何必说这些 告诉我们 不相信就能解决问题 不相信 只能制造问题 增加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 你看有的 那个演出家人 那剧本有问题 他演的也不对 已经瘫痪了 我们看到有这个新闻报道 看的人越多 你的恶报越快 还没有恶报 那是你还有福报 福报想光了 恶报出现了 那可了不得 所以不能说出家人不好 不能演出家人的不好 他练武术 你去演 那不可以 他错了 他承担因果责任 你放在电影上 让全世界人都看 你光大 他的罪恶 这还了得 真是闻到狗肉香 神仙也跳墙 师父 这些年 我们在少林寺内 干的是重火 吃的是中水 是啊 确实很劳累 难得有这样的打鼓 来 我也来一块 你来一块 师父 你尝尝 我这些徒弟 都是危难时 顺记空门 临时抱火脚 自然不那么成心 好吃 来 这块 好 师父 这么一来 我们不都犯了戒了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出家人 心中有佛 多行善事 不必拘泥小节 弟子懂了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司空师兄早就懂了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出家人 心中有佛 多行善事 不必拘泥小节 弟子懂了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好多人都在说这个话 这个话后边还两句 后边这两句没说 罪过太重了 那两句 世人若学我 如同浸磨道 这你怎么不说了 酒肉摆在面前 你开始念到前两句 骗自己 骗大众 骗自己还是小事 你要骗大众 你那个罪过太重了 那么多的出家人都学这个 行不行 大众就认为 喝酒吃肉 这些出家人 这个是如理如法的 极大的破坏了佛教的形象 这个罪太重了 实际上 他自己贪吃 他自己馋 所谓贪臣吃慢 因为那个贪 太贪了 他在那造罪 然后找这么一个美其名曰来唐赛 实际上这四句话 是一代神僧 寄供他老人家说出来的 告诉给大家 你们看到我视线这些神通 不能学我 真学了 你就进了魔道了 我有这么高的本事 你看 我能吃钞票 我能吃垃圾 你能不能 你做不到 这你怎么不学了 你看我喝酒吃肉 好像是 那是度人的方便 所以说 神僧当时特殊的情况 他用这种特殊的方便手段 其他人不能学 学了你就造恶了 所以 这四句话 只说前两句 不是别有用心 那就是骗自己 骗别人 他太贪了 他太贪了 原来这就是出家人 这就是佛教 吃肉 喝酒 都可以干 可以不安守本分 不修学经教 不带佛说法 天天练武术 以后跟师兄们好好学功夫吧 你说这是个什么形象 社会大众 对佛教 对出家人 能有什么好印象 所以你看 为什么 大家对佛教 误会那么深 包括一些出家人 他的误会都很深 什么原因 师父老人家常常讲 正法 佛陀的本意 都被误导了 正法 没有人出来讲 所以在电影 电视 在媒体上 你要是胡说八道 你那个罪 要真的是天大 为什么 因为天下人都看到了 那罪可不是天大 你自己在家里对着墙说 还倒差一点 在媒体上可了不得 有意无意的 都会造罪 都会有恶报 这个是一个都跑不掉 所以要赶紧的忏悔 我们常常说 电影胡变烂造 不负责任 不是言过其事 你看看 让大家对佛教产生误会 这个罪怎么算法 我们看多少年来 这些影视剧 很多都有佛教题材的 内容都对吗 不对 那罪过可太重要 所以 真的要有内行人 明白人来知道 你不能胡编烂造 这不是小事 你不相信 你说我不信服 那是无知 所谓无知者无微 无微不代表没有罪受 所以佛经上讲 破坏佛教形象 那要堕阿比地狱 不是开玩笑的 有很多人 还在世的时候 恶报就已经出现了 你看到了 听说了 你不害怕吗 那都是有原因的 破坏佛教形象 罪过是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对人来说最重要 你把最重要的给破坏了 你说那个罪能小吗 那个报应能轻吗 道理就在这 不是迷信的 所以 弟子归上讲 过能改 归于我 唐掩饰 你说我没错 我不能接受这些批评 曾一姑 你又罪上加罪了 我们好心好意 把这些讲出来 希望天下那么多 演错了的 那些演职人员 都能出来忏悔 消大家的罪业 你自己不受罪 所谓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你现在苦不苦 你知道 大家看着你挺风光 关上门 自己在屋里哭 要自杀 当演员的心里最清楚 你们演的都是什么 恶报来了 一个都跑不掉 这不是佛菩萨惩罚你 是你自己的业力 在惩罚你 你造的业吗 你看 道家感应篇 都知道这个话 俘获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你拿这个手打墙 打一下 疼不疼 疼 是不是墙 惩罚你的手 不是 你的手 是你自己惩罚的 使得力气越大 惩罚越大 你演的越欢 发行量越大 明须越高 越麻烦 你看 少林寺这部电影 我印象很深 我看的时候 好像是初中一年级 我也很受影响 你们能看到 这是我当时的照片 我也练武术 都是拜这部电影 所赐的对我们的影响 感同身受 学业确实荒废了 练武术去了吗 所以你看 一个明星 一个电影 对人的影响 是一生的 那为什么说一生 小时候影响了他 对他影响 那可不是一生的吗 他一生这个痕迹都带着 所以我们出差 到河南登峰那一带去看 好多的武术学校 我看看那些孩子 都很小 七八岁 十几岁 地方反正也是为了发展经济 也没人管这些事情 错没错 非常错 孩子很小 要先学什么 要扎德行的根 知道怎么做人 知道怎么跟人相处 这是他一生的根本 然后是学问 德行完了之后是学问 然后是能力 你说他连承晚舟都承不好 你让他练武术 他蹭飞房上去了 那有什么用 那么还得父母伺候他吗 有人可能讲 这个行业吃香 我们这是糊涂的说法 他再吃香 他也得有人道的基础 他都不会跟人相处 话怎么说 他都不会 生活都不能自理 对他父母给他乘这碗粥 他能飞房上去有什么用 他能一下把十个人打倒了 我跟大家讲 那十个人还会打他 这不是什么好行业 当什么保镖 当什么武打明星 那干嘛 出风头这些行业 通通都不是好行业 所以你们去问问 那些武术学校 为什么要教孩子 钱吗 至于这些话 能不能讲 讲了学生就不学了 你看看 所以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 你看有太极拳 八段锦 是吧 汉朝的时候 你看马王队出土里的那些东西 他都有怎么健身的 这些 这个可以 但是他是枝叶花果 他不是根 根是德行 是一个人的品德 是受圣贤的教育 所以中国古人常讲一句话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个书不是现在的书 是什么呢 是圣贤的教导 经典 传承于万世 你才敢给你的子孙看 现在这个东西不学了 跑到武术学校 交很多钱 在那上蹿下跳 去弄这些东西 你把他毁掉 真的应该 世世代代 按照老祖宗的教导 一个孩子从什么地方学起 撒扫应对 先学人道的基础 你等到他 三四十岁 知道晚了 后悔了 全家人难过 这一生造成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 拍这部戏 我相信 不是李连杰的罪过 他只是帮忙演而已 凡是这一类的 要多给大家讲 我错了 演暴力 演色情的 统统在内 你看现在枪战片很多 说实在话 通通是在造 阿比地狱的罪 我们大家不能不知道 你现在看着好玩 刺激过瘾 将来有你受恶报 受罪的时候 尤其是你把天下的孩子 年轻人都叫坏了 把社会风气带坏了 这个罪过太重了 所以从古至今 可以说一百年前为止 历朝历代的政府 乃至于最高领导人 对这些戏剧歌舞 管制的非常严 怕就怕什么 把人叫坏 把正道误导了 这个罪过不但重 而且是什么 而且是社会动乱的最大的原因 我们今天很多人说言论自由 我想演什么演什么 你自由了 那你现在看看 自由的结果就是现在这个乱象 3月2号福建漳州有两个女孩相约跳进池塘 结束生命 其中一个女孩留下了一封遗书 说是要穿越到清朝 去拍一部皇帝的电影 这起荒唐的悲剧 让人们把矛头都指向了近年来非常风靡的穿越剧 那么穿越剧对现在的中小学生真的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 孩子们口头上都表示穿越是虚幻的 但他们却都非常向往 有九成的学生都幻想过穿越 有的学生在梦里已经穿越过 他们中甚至有人认为 如果出现电视剧里的九星莲珠或者极端天气 穿越或许真的能够成功 对于张普县两名少女 应观看穿越剧而相约跳进池塘结束生命 想穿越到清朝去拍皇帝电影的事 有些孩子认为太荒唐 而有些孩子则认为 他们选错了穿越方式 跳河就可能失去生命 但是也不一定要能穿越回去 这样可能有一点幼稚吧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穿越过来 这个他电视剧里不是说九星莲珠的时候可以吗 你还敢不敢再让这些电影电视去演 真正的明白的官员都懂 绝对要禁止 你让他自由 你让他娱乐 让他快乐 那个惨重的代价 那个副作用 谁来承担 大众承担 这还聊得 智乱的根本 头一个就是这些 影视这些东西 娱乐这些东西 所以好人是交出来的 糊涂人 坏人也是交出来的 就是用这东西交 所以我们在这里 无比的赞叹 感恩 李老师 连杰先生 他的大善大行 他能够带这个风气 正好 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觉悟的 这些影视人员 大家都出来忏悔 错了 而且怎么样 后不再走 你别演了 给多少钱都不能演 你挣了那么多钱 你临终的时候 钱放在那了 人走了 冤枉 何必呢 自己受罪去了 钱留在人间 我们讲 这不干啥事 一定多出来忏悔 绝对不要说 这个面子 你会因为他们 这个面子 受极大苦 快把它讲出来 有人就讲了 我已经造了 怎么办 这光盘有一套还在人间流通 我就出不来 怎么办 老法师告诉我们一个好方法 你别的先不要着急修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 一口气不来 你就往生了 就走了 最好的方法 净土法门 念阿弥陀佛 这个是横出三极 了托生死六道轮回 最殊胜的法门 释迦牟尼佛 讲那么多经 都是讲一遍 只有无量寿经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专念阿弥陀佛这一步 讲了一遍不止 多么殊胜 古大德常讲 如来所以兴出世 唯说弥陀本怨海 释迦牟尼佛 释现在人间 最大的心愿 就是说净土法门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 破密开我 了解佛教的本意 弘扬正法 好 今天我们说到此地 谢谢大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 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 远程教学节目 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诸佛暴土 教学为先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 大家好 本次课程已经结束 恭请各位肃立 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 感念中华先祖 人类先祖 对后代子孙的挚爱 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 感念敬爱的导师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 感念所有授课老师 孜孜不倦的教化 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 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 天地君清师 恩德永不忘 我们愿意所有的讲课 听课和修学的功德 全部回向给天地君清师 和一切众生 祈愿奉持经界 喜心易行 国艺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民安 兵戈无用 重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盗贼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 恭祝您六时吉祥 道夜早晨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